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是在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一次给我们生命气息 我们感谢你一次给我们聪明智慧 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仆人 今天早上当我们在你殿中敬拜你的时候 求主耶稣基督列天而降 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您捆绑撒登的座位 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 求你保守带领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今年九月十号 我要嫁女儿 这在我们家来说是件大事 我的内人非常的忙碌 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是住在华盛顿 我女儿是住在田纳西州 所以我感谢主不要回来 在我们华盛顿结婚 在田纳西州 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很轻松 我内人跟我讲说 你有个功课要做 他说你要想一想说 在你女儿婚礼的时候 你要对你的女儿跟你的女婿 要说些什么话 这很难 在座很多做巴巴的 如果你有女儿的话 你就知道 巴巴要嫁女儿 很难 我们是他第一个爱的男人 对不对 我们也是他 我们抱着他长大的 现在却要把他交给 另外一个男生的手 很难 所以我女儿小的时候 我常常跟他讲说 你不一定要结婚的 爸爸养你一辈子 我内人跟我讲说 你怎么可以对他说这种话 你能够养他多久 你真的能养他一辈子吗 他说你要为他祷告 求神为他预备一个好的对象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为他祷告 我为我的儿子 跟为我的女儿祷告 求神给他们一个对象 要满足三个C 我向神求三个C 第一个C是什么呢 Christian 基督徒 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 对于儿女的婚姻不可妥协的 第一个是Christian 第二个我求神给的 第二个C是什么呢 Chinese 我希望说他们嫁的或娶的是一个中国人 我这么中国的一个人 所以我很希望说 跟我未来的女婿 跟我未来的媳妇 谈谈诗诗词 史记 显然上帝没有听我讲这个话 将来我们家 他们两个结婚之后 我们家变成联合国 第三个C呢 Cook 希望说我未来的媳妇 跟我未来的女婿会煮饭 为什么说 这样我女儿跟我儿子比较好过日子 看来大概上帝也没有听我第三个C的要求 所以在她结婚的时候 我要对一个养女婿讲话很难 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 除了中国式人以外 其他的通通不是人 蛮啊 疑啊 翻啊 鬼啊 对不对 所以要对一个养女婿跟她讲话很难 所以我的内人跟我讲说你要好好做你的功课 我想来想去我实在不晓得讲什么 有一天啊 我就在我的桌子上看到一支铅笔突然间有了一些启示 这是做铅笔的人对那个铅笔说 把铅笔做好 他对那个铅笔说 有几件事情我要交代你 但你离开我之前 我交代你 第一 如果说你愿意交给某一个人的手上 你有机会写下伟大的乐章 可以做很重要的工作 对不对 铅笔不会自己写字的 他一定要交给某一个人 让这个人来用这支铅笔 这支铅笔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 所以第一 你要记住 你要愿意交给某一个人 让那个人来用你 第二 你在生命中间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刀削与刻痕 这是你要成长 这是你要成为一支更了不起的铅笔 必须经历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铅笔写字的话 一定要削铅笔 所以这支铅笔必须经过刀削跟刻痕 这是在生命中必须要有的历练 第三 他说我给你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能够改正你在生命中间所犯的错误 所以铅笔后面有一个橡皮擦 对不对 当我们写错了字 当我们算数算错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擦一擦重新改过来 他说我给你这样的能力 你可以修改你生命中间的错误 第四 他说你这支铅笔最重要的是 你的内在而不是你的外表 对不对 我们看到有好多很漂亮的铅笔 印着各种各样的图案 各种各样的彩色 可是如果说你只用外面 能不能写字啊 不行 铅笔真正的用途 真正的作用发挥效用的地方是它的内在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在而不是外表 最后 在你的生命中要留下深刻的痕迹 不论经过什么环境 希望说你能够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全力以赴 结成的把你自己的能力奉献 哎呀 这支铅笔听完了 这个知道铅笔人对他讲的话 非常高兴 所以就被装在铅笔盒里面 就离开了这个铅笔工厂 要面对这个世界 弟兄姐妹 现在把这支铅笔换成你 第一 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交给某一个人 让他来用你的话 你可以写下伟大的乐章 你可以写下不朽的作品 对不对 有一个人叫泰瑞莎修女 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我只是一支铅笔 谁是书写的人啊 基督耶稣是书写的人 如果说将我们这一支 这么没有用的东西 能够交在基督耶稣的手上 我们可以写下一个深刻的人生的 一个历练 深刻的人生的一个经历 泰瑞莎修女的拆会超过十万个志工 但是全职的修女就有四千五百个 但是他却说我只是一支铅笔 常常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 说我有异象有热忱有报复有恩赐 没有一样是我们的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 我最钦佩的一个人叫摩西 我相信你在座很多弟兄姐妹 你对摩西是相当熟悉的 你认为摩西应该几岁出来 侍奉上帝 从人的角度 我觉得他应该四十岁左右 出来侍奉上帝 因为那个时候他受到 黎罗河两岸最好的宫廷教育 身强力壮 年轻 俊美 摩西也是这样认为 他说现在应该是我出来 侍奉上帝的时候 结果他出来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打死了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流亡旷野 流亡了多久 又四十年 对不对 四十加四十是多少 八十 读过诗篇九十篇吧 摩西说一个人 可以活几岁 七十岁 强壮的呢 八十岁 今天摩西八十岁 从人的角度来看 摩西自己看自己 我也没有用 年纪老迈 左嘴笨蛇 在这个时候 上帝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讲说 上帝让摩西看到一个异象 看了什么样子的异象 燃烧的荆棘 但是这个荆棘却没被烧毁 荆棘这么没有用的东西 这么卑贱的一样东西 上帝说我要用它 我燃烧这个荆棘 但是燃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 因为耶和华在其中 能够发出神的荣美 上帝让摩西看 他说这么没有用的一样东西 只要我用它 照样能够发出上帝的荣光 他呼召摩西说你出来 你出来侍奉我 从人的角度来看 引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上帝说你出来用 你出来 将我的子民带离埃及为奴之地 摩西说我左嘴笨蛇 上帝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选错人 你看《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 挺有意思的 摩西跟上帝辩论 吵来吵去 最后上帝说我与你同在 就是这一句话 摩西去了 摩西说我用什么证据呢 上帝说你手上有什么 上帝问摩西说你手上有什么 弟兄姐妹 摩西手上有什么 仗 这个仗代表摩西的什么 摩西是做什么的 摩西的职业是什么 牧羊人 对不对 牧羊人 所以这个仗代表摩西的职业 这个仗也代表摩西的身份 我是个牧羊人 上帝说你手上有什么 今天同样的上帝问东海大学教会的 弟兄姐妹说你手上有什么 有iPad iPad iPhone 实验室 厨房 上帝就把它放下来 上帝跟摩西说你把你的账放下来 当摩西愿意把这个账放下来的时候 这个账怎么样 活了 对不对 活了 不再是根账 活了 他说你把它放下来 你把你的Laptop 把你的iPhone 把你的实验室 把你的厨房放下来 上帝说我可以用它 让你的厨房活了 当基督耶稣问彼得说你手上有什么 彼得说我手上有船 你把它放下来 所以基督耶稣能够用彼得的船 在船上对岸上的众人讲道 让多少的人得到造就 让多少的人得到益处 同样的 你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有一个人能够书写 用你这支铅笔 写下生命的乐章 能够造成永恒的影响 弟兄姐妹 你手上有什么 你愿意愿意把它放下来 不但如此 造一支铅笔很麻烦的 对不对 你不要看那么简单的一支铅笔 一支铅笔的材料 要有木材 要有石墨 对不对 要有油漆 要有塑胶 还有金属的圈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但是这个样子 要把这支铅笔造起来 多少人要参与这个工作 从造铅笔的工人 一直到开车的卡 卡车的司机 一直到这个卖铅笔的售货员 多少人的参与 这支铅笔从被造到你手上能够书写 多少人能够奉上他的心力 所以爱因斯坦说 我每一天思想一百遍 多少人在我的身上奉献了他的劳力 奉献了他的智慧 才能让我能够有今天这个样子 弟兄姐妹 人要过着一个感恩的心 不是说理所当然 我应该得到的 没有这回事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侍奉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 有清楚的头脑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 要常常喜乐 对不对 不住祷告 凡事什么 写恩 一个有感恩的人 他会比较喜乐 一个会有感恩的人 也愿意把自己所得到的 各种各样的恩典 把它拿出来被别人所用 所以这支做铅笔的人 跟这支铅笔说 把它拿出来 交给耶稣 第二 岁月会在你的身上 留下尖锐的考验 困难会磨练你的韧度 让你成为一支 更了不起的铅笔 成为一支伟大的铅笔 这是每一个人成长 必经的道路 一个在成长中间 没有经历这样磨练的人 一眼就看得出来 是何等的幼稚 何等的肤浅 像富二代 可是生命的成长 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我不晓得 如果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 你去过一个地方叫黄山 中国的黄山 黄山这个地方的地质非常特别 全个山都是花岗岩座 整个山都是花岗岩座 山上的气候变化非常的快 所以你到黄山上面去看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云海都不一样 山上草木不生 非常的冷 只有一种生物 就是黄山松 这种松树 在中国的文学 在中国的艺术里面 非常受到重视 这代表一个读书人 的人文 人格品质 代表东海大学的毕业生文 你的人格品质 最重要的是你的人格 这一些松树很难成长的 它们这些松树的种子 钻进这个石头缝的里面 然后借着这个石头缝里面 非常少的资源 然后再慢慢地成长 所以一棵树 看起来外面只有一公尺 或者两公尺 但很可能它的根 深入到地下好几十公尺 这是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 必须历练 基督徒在生活里面 一定碰到风雨 但是如果说我们扎根于永恒 那么这个风雨 虽然会让你这棵树 稍微地摇动 但是不会让你这棵树移动 也不会让你这棵树倒下来 其实中国人也知道 在我们要做一件大事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一些磨练 对不对 孟子怎么说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 苦其心智 劳其精 骨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 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所以孟子说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是每一个成长中间必须的 就像这支铅笔上 一定要经过刀削与刻痕 如果说这支铅笔 不经过刀削与刻痕 没有用 只是一个装饰品 对不对 没有用 同样的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必须经历这个刀削与刻痕 你才有同理心 你才能将上帝给你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跟我们受同样苦的人 基督徒对于苦这个概念 非常的特别 我们所以受苦 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去安慰别人 而且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这些黄山松 它的根深入到地下几十公尺 所以让它在高山上面 这么大的风 不会让它倒 让它能够成长 从属灵的角度这是什么意思 它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遵它而行 在它里面要怎么样啊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要不然现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异端 现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讲法 成功神学了 恩典神学了 各种各样 如果说你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扎根的话 非常危险 第三 这个照铅笔人说 你会犯错 所以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一定会犯错 但是基督徒犯错 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 能够借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 我们的错能够被改正过来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人会不会犯错 人会不会犯错 在座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 你们相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我不太相信了 你们要看了 几个月的小孩子 一岁的小孩 坐在这个海贱上面吃饭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将那饭 一粒一粒的往地上丢了 你们想 不可以不可以 他越丢越高兴 左传怎么说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而能改 山莫大因 左传我们中国人讲的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因为没有一个生贤 所以每一个人都犯错 所以世界上很多民间宗教 告诉你说 人犯错了怎么办 人有没有可能不犯错 有没有读过 六祖神秀写的一首词啊 身世菩提树 心世明镜台 时时勤浮世 怎么样 莫时染尘埃 他说没有关系 我每天擦 我每天擦我的心 让他不要染尘埃 可能吗 保罗在罗马书 第七章怎么说 立之为善 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心中想做的善 我不愿意去做 我心中不想做的 我倒要去做 人呢 问题不是说 常常情浮世 问题是说 这个明镜已经破裂 明镜已经破裂 你再插了 还是一面破的镜子 这一面明镜需要的 不是常常情浮世 这一面明镜应该需要的是 丢在火里 重新断烧一次 所以基督徒要的 不是常常情浮世 基督徒要的是 重生 人若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重生 接受基督耶稣 成为他个人救主的时候 耶稣说 我为你求 父神拆派 圣灵保卉师 圣灵保卉师帮助我们 当圣灵保卉师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人会怎么样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 责备 自己 今天这个世界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今天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世界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 都看为正 真言书说的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 都看为正 大家都认为 自己做的是对的 是不是这样 从伊甸园开始 一直到今天 整个人类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今天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11月不晓得 要选谁做总统 对不对 一个说谎的 一个说脏话的 我不晓得选谁 今天美国的问题在哪里 今天美国的问题 很快的我连上厕所 要上哪个厕所 都不知道 联邦政府在告 北卡的政府 因为北卡 North Carolina政府说 男生应该上男生厕所 女生应该上女生厕所 现代人说no 男女是由我来决定的 我说我是男的 我就到男厕所 我说我是女的 就到女厕所 你说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 都看为正 今天世界的问题 但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 耶稣说我为父求 一位圣灵保回 是让我们能够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 所以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是好人 基督徒不会 因为圣灵责备我们 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向神认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 好像那个铅笔擦 把那个错误的地方 把它擦干净 其实铅笔擦 也没有办法 把错误的地方 完全擦干净 常常还留了一个印子 但耶稣的血 把我们所犯的罪 洗得干干净净 如血一样了 各位弟兄姐妹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就像这支铅笔一样 希望我们能够用这个恩典 谨记这个恩典 善待这个恩典 第四 他说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的 不是你的外表 而是你的内在 在今天讲究的是什么 光鲜亮丽的世界 对不对 今天外面 今天人所看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有多少 哎呀你开什么样子的车子 对不对 四个圈圈的呢 还是三个叉叉的 对不对 你拿什么样子的皮包 对不对 是coach呢 还是LV 哎呀你穿什么样子的衣服 带什么样子的手表 哇今天大家都看这个 羡慕啊 你自己看自己也常常这样 如果说那天你穿了一件衣服 上面印了一个小兔子 小猴子 小鳄鱼 你觉得那天特别年轻 对不对 哎呀不得了 致命不凡 你自己看自己都不太一样 人看人看外貌 耶和华看什么 内心 如果说一支铅笔 弟兄姐妹你回去看一看 你家里印很多铅笔 有很多铅笔真的印 做得很漂亮外面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彩色 各种各样的图案在上面 但是如果说不发挥它里面 这支铅笔有什么用 这支铅笔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而已 对不对 不叫铅笔 只是个装饰品 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 如果说我们不拿出来 为上帝所用的话 这不是上帝创造的目的 每一个刻意的创造里面都有目的 如果说我只是在乎这一个外表 这不是神创造的目的 现在人讲究的是什么 reputation 对不对 你的名誉 懂吗 reputation 什么叫reputation 就是说你在众人的面前 你是怎么样 所以很在乎说别人怎么看我 对不对 现在人追求的是这个 哎呀我是不是院士啦 甚至我是不是院长啦 对不对 很重要的 但人真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integrity 你里面是什么样子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第五章 非常重要的经文 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 单数 但是有九种味道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时良善 信实温柔 节制 多采多知 丰富荣耀 这是当一个人 见到主耶稣基督之后 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 圣灵保卫是内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 结出来的果子 彰显出来生命的品质 希望我们羡慕这种生命的品质 果子代表生命 但愿我们羡慕这种生命的品质 但愿东海大学教会 羡慕这种生命的品质 重要的不是你的外表 重要的是你的内涵 人所要的 不是有永恒的价值 重要的是神所要的 神所看重的 最后 你走过的路一定要留下深刻的痕迹 所以你生命中一定要不断地书写 不断地书写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这叫什么呢 这叫结成为主 从人文的角度这叫什么呢 这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所以一支铅笔要从头一直用到底 我不晓得现在的人是怎么用铅笔的 可能现在根本不太用铅笔 其实严格来讲 现在人根本不太写字 对 现在人根本不太写字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或者在座有些伯父伯母 你小时候 你怎么用铅笔啊 一直写写写写写 写到最后剩下那么一点点 对不对 哎呀 我还想办法用个纸 然后要不要包起来 对不对 让它延长一点 希望能够把最后那一段把它用完 结成为主 结成为主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留下一个深刻的刻痕 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 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 有永恒的价值 有个人我非常的钦佩 叫做迦勒 迦勒对约苏亚怎么说 看了我现在几岁 85岁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一天一样 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如何 今天也是如何 85岁 他说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 今天也是如何 你把那一块地赐给我 耶和华应许我的块你给我 因为那个地方有什么 亚纳族人 让我把他们赶出去 五十几年前 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 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 当年的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今天我们的日子也是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东海大学教会 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 你把这块地给我 因为这块地 有亚纳族人 让我们把他们赶出去 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使命 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学 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有意向 要不我们跟这个世界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严格来讲 我跟东海大学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在读考进清华大学之后 到成功岭去受训 然后成功岭受训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节目是要从成功岭行军到东海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贵校的校园 第一次见到一座这么漂亮的教堂 我在外面看来看去 门关起来就是不让我进来 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 上帝 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在这个教堂里面侍奉你 不管我是来参加别人的婚礼 还是来参加主日崇拜 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教堂里面侍奉你 我那时候做一个祷告 东海大学那时候把门关起来 不让我进来 几十年过去 我自己都忘记我做过这样的祷告 到后来思想想起 上帝说这是你做的祷告 是你要的 去啊 去 感谢主 在过去十几年 东海教会 东海大学一直给我机会 让我跟大家同工 我当年力量如何 现在力量也是如何 上帝 你把那块地给我 但因为我们东海教会 东海的毕业生 有这样子一个时代的使命感 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你把那块地给我 让我扩张你的居所 让我扩张你的帐幕 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但愿你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 这是我从一支铅笔得到的启示 但是呢 9月10号我女儿结婚 说我要讲什么 我还没想好 男啊 爸爸都不愿意嫁女儿 周云跟我教会一个长老讲好 我说你陪我一起去 如果到时候我眼泪太多的话 你就陪我把女儿牵进去 我不晓得对他讲什么 我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在他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间 我记得很清楚 我跟他讲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 那是他17岁要进大学 他进入Jorstown乔治城大学 那是我任教的地方 离开我们家不是很远 开车40分钟 但是学校规定 所有大学一年级跟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都要住校 所以他很兴奋要去住校 其实他羽毛未封 但是怎么样呢 却想要正义单飞 所以我跟我内人也没办法 所以把所有的行李都搬到车上 把行李搬到车上以后 我叫他进来 我女儿你进来 爸爸有话跟你讲 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讲话 尤其是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是中文英文各讲一遍 免得他们说我没听懂 我说女儿你进来 爸爸要为你祷告 我感谢神在过去17年里面 让他在我们家成长 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侍奉 但他现在离家了 我跟他讲 女儿 I love you since the day you were born 我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爱你 I will love you until the day I die 我会爱你一直爱到我死的那天为止 but 但是 I must love the true you 我必须要爱一个真实的你 至于你将来在学校里面 是不是全A 这不是我最关心的 也不是我最在乎的 This is not my main concern but I must love the true you 我必须爱一个真实的你 Join me in my request 我先邀请你 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忠实的人 Faceful servant 让我们一起来做 弟兄姐妹 我今天之所以跟你分享 这么private 这么个人的东西 一方面是对毕业生 另外一方面是对我们教会 Please join my request 我邀请你 邀请你跟我一起 让我们来羡慕这种信实 让我们羡慕这种真诚 让我们羡慕这种忍耐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Be a faithful servant 忠实的夫人 Join me Let us do it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来做 Let us do it right 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对 愿神赐负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做